來 關心氣候變成 這個環保團體 中國研修協會來公布 氣候變成的接候機票 臺灣在六十四個國家 裡面排六十五六八三名 我們的環保處是表示 這次的平比發生檢定 有檢測臺灣的林口所 和營業出租的資料 中國研修協會 離合二十六公布 上心氣候變成接候機票 CCPI 臺灣的名處 有更調查過來到六十名 比前一次平比倒退入三名 但環保處之外 這次的採行驗中的策略 跟人口所減算三百萬人 作成一半的資料策略 另外 臺灣運輸氣體 離空一九年減排三點四趴 協會所應用策略的資料 說是最少 讓人一期享有平比基劇的專業性 那最近連續三年呢 他都排名在第十 那即便說在這三年裡面 做很多減碳等等的 像德國 日本 那當然我們也是有在持續下降 排名都很後面 環保處共町後面一委會 聯合研究中心的資料 現時 跟離空空五年比九 離空一九年 人的排行者 增加三趴比專求的 平均一家 是有接候的 媽媽鑑督 客電手臺明治出 臺灣確實有減碳 但就算不要看這份病比 來檢視國際聯繁總署 IEA資料 可以發現我們的減碳幅度 比寒在米 你每年用電量減幅 也比三個更加 我們整個的目標來說 也是令人擔憂 雖然總統已經說了 2050近零 但是2030你的排放標準是多少 你的目標是多少 你沒有一個路徑出來 你二零五零怎麼達到 馬鑑猶心 我們前的第一關是離空三空年 到底是要減多少 團有什麼股體做法 都不清楚 這要如何通往 離空五空淨連排放 目前強行只是抗議 占對立國勤修協會 應用錯誤資料來招比 人理合26現場的行政院 連完跟檢討 辦公室副主任林竹倫 是致臉書標示 對方已經生人錯誤到得欠 記者臨正記性代表不得 記者臨正記性代表不得 記者臨上 對方已經 dessert了